嘿 好啦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款全新的遊戲 那各位看到這個畫面的那個層次 可能會覺得有點怪怪 怎麼有點 就是瘦 也沒辦法 這畢竟是很舊的遊戲 所以說我們只能 以這樣的形式來 以這樣的形式來完整成黑畫面 不然OBS有點難控 各位可以看到這就是 The Medieval 2 Total War 這是大概是全軍破的系列最偉大的遊戲了 目前啦 當然 但是這畢竟是個很舊的遊戲 所以跟戰爵相比 它應該是我心目中的第二名 那我們可以來看Grand Campaign 有這些派系 Well 一開始你只會有英國 法國 神社羅馬帝國 西班牙跟威尼斯而已 但你其實可以改遊戲的內檔 讓那些後期才能馬上玩的國家 給直接挑出來 去要怎麼做 不告訴你 好啦反正就是 就是我有辦法把它弄過來就對了 不過就正常遊玩來說 你只要贏過一場戰役 贏一場戰役就可以玩這些派系 所以 不用像我這樣為了錄影 然後隨隨便去改遊戲內檔 也不是隨便 就是改遊戲內檔 好啦 那我們就有英國 最偉大的 最有趣的國家之一 有有趣的開場 最新手的玩家 最新手的那個體驗品 那我們的這個英國的優勢 就是在有很強大的弓箭手 長弓手跟 強力步兵 但是 騎兵有點弱 我們的特殊兵種就是長弓兵 可以看到這些傢伙 那法國呢 法國在這裡 北林就有英國在這邊 站著他們的土地 目標就是要想辦法 打敗所有對手 贏得第一 當然我們必須要 消滅英國 就算在 短戰役也得消滅英國 英國的 短戰役也是要消滅 法國跟那個 蘇格蘭 長戰役更麻煩 45個對 45個地區 還有要有 還要回去拿耶路撒冷 大家都一樣 大家長期都一樣 但短期 短期會有稍微不一樣的部分 英國是要消滅法國跟蘇格蘭 那法國是要消滅英格蘭 別以為很簡單 其實很難 要跨海過去 要跨海過去 法國 他們的重點是在最強的 重騎兵 然後還有很棒的步兵 應該說OK啦 就晚期有不錯的步兵 但是他們的前期步兵非常脆弱 他們有這個 Jerdames 這個騎兵 自限騎士 那再來是 Holy Roman Empire 非常 難搞的一個國家 我們必須要消滅 彌蘭跟 丹麥作為我們的短期戰役目標 非常的複雜 湊重複雜 在義大利也有塊地 但主要就是在 德意志地區 這些空白都是叛軍 其實基本上可以把他們佔領 不過所謂的叛軍 其實就是那些小家的那個伯爵 侯學之類的 獨 獨立公國 就對了 反正這是 Holy Roman Empire 有很多東西要打 消滅米蘭跟 丹麥 那全部都很強 但是 也沒有最 最優秀 沒有沒有專業的 專業的部隊 這邊寫了 就是缺乏晚期 專業部隊 對 對 跟英國跟法國比的話 完全沒有任何專業的東西 沒有專精一項任何一項 代表什麼都不同 樣樣都行 樣樣不同 這樣子概念 那我們有 哥德騎士作為我們的特殊單位 還蠻 看起來蠻酷的 那再來還有 Spain 這個 西班牙王國 這時候 南方還有來自 伊斯蘭王國 伊斯蘭國度的入侵 所以他們還有一刻不得閒 那我的短期戰異目標是要消滅 莫爾斯 就是 莫爾斯 還有 我們的葡萄牙夥伴 這就是要統一這個伊利比亞半島跟 拿下這些地區 對 那我們的 特殊強力點在 西班牙的特殊強力在 海軍單位 清步兵 還有騎兵 但是他們缺乏重步兵跟強兵 在早期的話 那他們的特殊單位是征服者騎士 CONQUESTATORIS CONQUESTATORIS 就是那個征服者 那再來是威尼斯 非常奇怪的一個國家 而且居然還要打敗那個 敗戰庭帝國 短期戰一次要打敗米蘭跟敗戰庭帝國 一個非常強大的國家 好謝謝還好 那威尼斯的強點在於他們有非常強大的民兵單位 民兵步兵 然後還有一些 很棒的那個殖兵者單位 還有 玩其有非常不錯的科技 例如槍炮之類的 但是 沒有缺乏級兵 那他們還有 那個 那個那個 威尼斯重步兵 看起來非常酷對吧 拿著一個 戰錘然後這邊走 那再來是西西里 西西里在這邊 南法 南義大利講錯 我們的短期目標是要消滅 威尼斯跟米蘭 這裡 還有這裡 其實不簡單 那我們也是有非常強大的民兵 然後也有諾曼騎士 還有 可以用穆斯林的弓箭手 穆斯林弓箭手好像還不錯 那我們會缺乏 這家這個國家缺乏晚期的 騎兵 而且 而且是 都糟糕 諾曼騎士 看來 並不是很好 那再來我們還有城市 米蘭 要消滅 城市 羅馬帝國 跟威尼斯 這個挑戰 這嚴峻 那也是一樣有非常強大的民兵步兵 然後還有很強大的奴兵 還有也是一樣有火槍 然後 缺乏有效 缺乏突擊騎兵 這是 Faminglia Ducali 這是某種伯爵騎士 那再來就是英格蘭的仇敵 Skartland 蘇格蘭 目標就是要消滅英國而已 那他有非常強大 他有非常好用的 槍兵 跟那個 方正兵 然後非常缺乏 缺乏騎兵 然後 對然後 他們的高級的那個 貴族啊 比較喜歡用走的戰鬥 就是像這些 你看到這邊的特殊單位 這是 高地貴族 他們是拿著重劍在地上走的 他們不是騎兵 他們比較不喜歡騎兵 在中世紀2的話 騎兵非常重要 有些是重型騎兵 所以說這些傢伙 只會被重型騎兵 撵出場而已 那有點可惜 就在這點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 曾經偉大 精確衰落的 敗戰庭帝國 這才是真正的羅馬 然後所以我們要消滅的是 威尼斯 跟 跟那個 土耳其人 對 因為這時候還在分戰不朽 不然不然就是土耳其人會滅了我們 所以不行這樣 那敗戰庭呢 非常好的 重騎兵跟 那個遠程騎兵 都是些公騎兵 對 很 蠻像 蠻像 那個的 蠻像土耳其 或者那種 起碼民族的 那我們 我們缺乏 強火槍步兵 那這邊有 佛蘭級 佛蘭級衛隊 非常 特殊的 縱服務兵 他們雙持縱服 然後 他們雖然是 他們雖然是 衛隊 但他們其實是用兵性質為主的 通常來自 北歐或者是 德意志地區過來的 那種縱服兵 但是他們通常都做皇家護衛 所以說 還蠻厲害的啦 再來是 其實這個時代不該存在的 Russia 也就是 俄羅斯 但這時候應該是那個啦 那個叫什麼 諾夫哥羅德啦 之類的 反正開場位置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要消滅 波蘭 這裡的波蘭 跟那個匈牙利 非常的非常的正常 因為都是東歐的國家 那我們有非常多種類的 那個 多種類的遠程跟近戰騎兵 那缺乏了一些早期的近戰跟近戰步兵跟遠程步兵 那我們有特殊單位是哥薩克騎兵 科 哥薩克騎兵 對差點講錯 攻騎兵 非常有效的攻騎兵 那再來是莫斯人 剛才說過就是西班牙的對手 當然他的目標就是要消滅西班牙跟那個葡萄牙 變成伊利比亞的半島 伊利比亞半島的霸主 他有非常多 他有非常多種的 輕騎兵 還有輕步兵 也有有效的 槍兵 然後 有缺乏 缺乏一些強力的晚騎單位 就是有 強械之類的單位 很少 但他們有一個特殊單位叫做 駱駝槍手 騎在駱駝上的槍兵 蠻可愛的不見了 再來還有圖爾騎人 Turx 就是誓言要毀滅敗政廷的傢伙 他們要 他們要拿0的1比較多 然後要消滅敗政廷帝國 非常非常正常 兩個都是 彼此都是 Rival 好 那有 Outstanding Mountain Archer 就是有非常 有不錯的攻擊兵 然後 還有這些 Genessari Troops 那 就是缺乏重裝甲 跟早期的步兵 非常 這些傢伙看來不是重裝甲 那 對他們是重裝甲 那我們有這個特殊單位就是 Genessari Heavy Infantry 看起來蠻不錯的 再來還有 埃及 Egypt 但這時候應該算是 對算是獨立國了 那我們要消滅莫爾斯 跟 圖爾騎人 就非常遙遠 不過也不能說很糟糕就是 畢竟這樣走走就到了 這算一整個地區 你只要佔一個城市就好 所以然後你就只要 撸過去 那我們 他們仰賴 強力的騎兵 呃 特殊 特別來說 就是 瑪姆六克騎兵 基本上就是 努力騎兵 Lagging Heavy Infantry 他們缺乏重步兵 對然後 特殊特別是在晚期 我們就很仰靠 這些 瑪姆魯克 重騎兵 他們應該是騎兵 不是重騎兵 好 這邊就是Egypt 有三個地區 再來是 Denmark 非常 Vikingish的東西 我們有非常多種類的單位 有不錯的步兵 有大劍 或者是斧頭 但是缺乏強兵 因為他們都通拿斧頭或重劍 那他們非常缺乏 很好的重騎兵 當然 將領衛隊就是重騎兵 說真的 將領衛隊應該是 全遊戲最棒的重騎兵 你有這個東西 就不用其他重騎兵 他們的特殊單位是 諾斯 諾斯服兵 也是拿雙手服的 非常的 非常優勢的單位 再來還有Portugal 他們就是葡萄牙 當然他們的目 忘記講 丹麥的目標 丹麥的目標 是要消滅 神聖羅馬帝國 這在南方 Portugal 他們要消滅 Spain 跟莫爾斯 同樣是以 統一這個伊利比亞半島 為主 那他們有非常優秀的 清步兵 跟海軍單位 然後也有不錯的 清旗兵 當然他們缺乏的是 缺乏的是 專業化的 軍隊 都是一些 都是一些 民兵 真的很難搞 Genetis 就是一些 表強騎兵 看起來蠻 蠻強的 還好啦 當然還有波蘭 波蘭要消滅 俄羅斯 跟那個 Hungary 匈牙利 反正就是 在 東歐 這些國家 都要消滅 那 有非常多強力的 騎兵 但是缺乏了 步兵 很缺步兵 這邊有 菩薩爾騎兵 那是一個 方盾 非常強大的突擊騎兵 最後一個就是 Hungary 他們非常特殊的單位 他們有非常多種類的重騎兵 有經驗的攻騎兵 那他們缺乏的是 突擊型步兵 但他們有一種特殊單位 叫做戰場刺客 就是一群蹲在地上刺客 刺殺人 那這遊戲其實還有很多派系 像Paypal State 就是 教皇國 然後 還有 蒙古人 蒙古人會入侵 蒙古人會從這個方向入侵 席捲歐洲 當然我們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接受他們 只是我還沒有調而已 然後還有 那個 鐵木兒 鐵木兒 也可以 也會在這個 第一代出沒 然後也是一樣要席捲全歐洲 這是他們的目標 那我們就隨便開一個國家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當然是有戰役之後再開始 當然我會給各位選擇要玩什麼國家的 之後再說啦 不是現在 但是之後會有那個 可以看到這就是我們的神聖的國外帝國 非常多領地 但是也缺乏一些東西 雖然這畫質看起來很中古 但是 就我來說 我覺得已經是非常不錯了 像這個火山甚至還會噴發 我有一次就看著這個火山 帽子火火這樣子 然後地圖的部分 雖然看起來沒有很好 但是我覺得 實際上還不錯啦 就是整體而言就是很歐洲 沒有別的東西掺雜其中 這些山脈也很明顯 山脈草原 沙漠也很明顯 就然後耶路撒冷 大家 大家想要的耶路撒冷就在那 可以可以看到 屠了騎人 要消滅他們 這邊有我們的一些外交 這些rebel就是剛才空白的那些東西 空白的那些城市就是rebels 然後打的那些 然後打的那些 然後 我們有非常多的東西 那個 可惜的就是敗戰庭啊 在這個戰役中 其實並不是那麼有用 對 我想說怎麼不能動 這樣也可以移動 那這邊也有我的empero 這是誰啊 我在想說為什麼不不要動 他是我的trader 要在那裡吃他才會夠快點 對這是公主 但是公主除了能嫁人之外 可以執行外交活動 那 這是刺客 你們都知道刺客是幹嘛的 You all know what assassin capable 對這邊就有一些判決程序 這邊可以按兩下就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當然要靠刺客 刺客的能力才可以 才可以去看一些東西 有點乖乖的 你看到這邊有很多人 先這樣子 等一下喔 等一下我看一下那個設定 好啦 好啦 那既然這樣我們就 Orders Yes Orders Onward Yes We can march no further today Orders Your orders Full sales Orders Move out We continue tomorrow my 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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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今天第一次錄是這樣子的呢 蛤 看來是嗎 OK 五個單位 Yes my lord Yes my lord 可以看到羅德島也有人 哈哈 比較少東西 那這遊戲呢有分很多種類型的城市 第一種 第一種就是 城市 一般的 Capital 這是 這是屬於城市的部分 可以看到這些有些建築物 非常多 多類型的建築 甚至還可以往下拉 甚至還可以 因為 其實是因為敗戰庭是個大城 比較大型的城市 然後像 Nicaea 這個就是Largetown 那每一個城市都有一定的程度的成長量 像6000 人口數滿6000 我們就可以升到大 城市 就是小型城市的部分 大型城市已經很好了 但我們還可以再更往更進一步就對了 那通常城市的要建設得要靠降臨 降臨的部分 當然你也可以不要有降臨在裡面啦 不是強制性的一定要有降臨 但是通常會有會比較好 對 YES Your Majesty Alright Follow Him Onward My Lord 我們等一下再拿一下城市再說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遊戲的畫局 也是蠻重要的 真的很煩 我之前在那邊沒東西了 今天有點怪怪的感覺 對 因為沒有人在裡面 他就會自動開啟這個 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直接關掉 不然他就隨時隨便亂用 然後在錢財的部分呢 這邊會顯示你的下回合收入 請一定要以這個為主 不是以這些為主 這個為主 不要花太多錢了 這邊有一些 威尼斯人 非常討厭的威尼斯人 YES 他們沒得動 This is as far as we go Today, My Lord 所以不用動 好 我們準備來攻擊 Rebel Settlement 然後來給各位看一下士兵的那個 這些任務 Captor Can you follow him? 好吧 Orders March Onward March March 好吧,我們等一下 Your win March We can march no further today YES Sire As you wish Alright 又發現一些城市 像這個應該就是小鎮之類的東西 看起來是個小鎮 Ouch 這是 Greek Rebels Your win 這樣應該其實夠啦 好 下回合 也許是因為我改擋名的關係才有這個問題 但如果 反正之後我們應該會沒事的 然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皇 應該是 Prince Orders Attack Yes my lord This is where we shall meet the enemy Laying siege 因為這是 因為這是城堡 對,你可以看到有一個 Multi and Balli Balli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 等待 因為這是大型堡壘 不能不能隨 這是堡壘型的建築 沒辦法直接攻擊 但是這種就可以直接攻擊 這是村莊 馬上可以看一下 村莊 Victory 還沒講到 沒關係 Alright 然後通常會有象徵性的將領演說 我們可以來聽一下他怎麼講 應該有話要說吧 快點 好很明顯 這城市太小了 所以他沒什麼要說的 OK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我們的 精銳將軍衛隊 非常重騎兵 雖然說他們拿的是木頭槍 但是別懷疑他們是重騎兵 武武 然後更注意對 將軍在這裡 他們都長自負德性 每個人都長自負德性 頂多那個顏色不一樣而已 這邊也是我們的兵 哈哈他是一些spearman spearman General Bodyguard 好走吧 我們看起來就很中世紀的城市對吧 這些還有一些建築 你可以其實事先看到他們有什麼東西吧 我猜 這應該是個農場 我們往前進發 面對我們的叛軍 叛軍就是一些 馬雷俠而已 還有一些peasant archer 所以基本上 沒有懸念 因為操作模式比較舊 所以我們還得一直按那個鍵 你們到底怎麼樣在跑啊 他們看起來不像人在跑啊 spearman GOGOGO OK 這邊都是一些 Town Militia peasant archer 或者是 通啊 Glorious Kosh 呀 啊 yes yes 將軍也在 也在這嗎 然後都在殺你 攻擊 咦 咦 咦 我們讓他出去 遛到這邊來齁 咦 喔喔喔喔喔 看這些人民在护戰喔 真是太奇怪了 反正我們趕快戰鬥吧 不要不要不要 - 他們還被殺了 - 每一個隊伍的隊長都會有一個隊長就對了 - 隊長都長那樣沒問題的 - 他死了 - 他死了 - 他死了 - 應該可以抓到啦 - 我們繼續健鬥 - 掩著 - 鏢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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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光圖這裡幹 - 給我們打 - Go General Bodyguard - 你在幹麻 - 快過去 - 殺 - 殺過去 - 快走啊 戰鬥 戰鬥 你能看到 Defeat is seen certain Only a military genius to win this battle 代表他們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絕望 戰鬥啊 我的人民 我們可以挑戰速度 因為將領很重要 戰鬥吧 我的人民 為了你的皇帝而戰 這邊可以看到我殺戮的數量 我們已經殺了敵人67%的單位 衝啊 Destroy land 敵人正在受損 戰鬥 戰鬥 神經病 保護我們 我們已經失敗了半個的男人 哎呀 有點太多了 戰鬥 沒問題 沒有懸念 敵軍全敗 這就是小鎮的攻擊 這就是小鎮的攻擊 非常的直接 很多事 很多要吼的 所以說 人口太少 沒辦法這樣走 好吧 我們不要sack 直接拿到這個城市 這個小鎮規魔軍管理 然後什麼都沒有 難怪這邊什麼都沒有 難怪這邊只有那麼弱的防禦 然後看待地圖 終於恢復正常了 天啊 OK 真的恢復正常了 我們還有一個 他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要佔領的徒弟很容易就是 屬於那個 伊斯蘭教的 所以說我們會比較麻煩 當然我們還要再給大家看一下木寶的狀況 可惡的傢伙 我們要消滅他們 Flooting course now my lord We shall continue tomorrow my lord Alright You can continue tomorrow my your lord tells you to do so 這亂講什麼 走快點 I don't want to see your people here 非常多派系 一個土耳其人 這個通常都不錯 通常都應該要接受 因為 你每接受一個就是多一個獎領為對 就算他們的能力真的很弱 你也大概都應該要接受 所以因為他們很棒 有何不可 他就是一個sold down 可以過去 可以過去 這是 非常特殊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寶加利亞戰士 通常每個地區都會有自己的一個傭兵區 只要你把將領放在外面 我們把這個將領放在外面 我們把這個將領放在外面 放在外面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open messenger recruitment scroll 可以看到這邊 我們有斯拉夫 有巴爾幹 還有土耳其攻擊兵 反正就是很多種 通常在各地都會有自己的一組傭兵 所以他們也算是特色兵種 就是地區特色兵種那樣的概念 例如你在這邊可以招募到 一些 傭兵級的那種 維京掠奪者 或者是你在這邊可以招募到一些 特殊單位 你在這邊又可以招募到一些特殊的 傭兵單位 這邊也有一種一些特殊傭兵單位 那我現在還得要給 對 這個有一個東西要給各位看 但 我們現在是最大的派系 有一個東西要給各位看 但是 我們目前身為敗戰庭 是沒辦法做到的 除非我們是 基督教國家 我們不能是東正基督教 我們現在是東正基督教 不過 我看一下能不能看 scroll no 對啊 我們應該看不了 這是faction air 還有一些小屁孩 三歲跟二歲的小屁孩 不要這樣亂講人家 好 我們先換派系 隨便 也許我之後會自己來玩 所以說 我們就先看一下其他派系 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當然我們這次一定要選基督教派系 那我們就來選擇 狀況 我們來選擇 我就隨便 一樣 我給各位看 除非我們選好的一個單位 當然我這個應該會繼續開著 這個 這個派系解鎖 我會繼續開著 就好讓各位有更多的選擇性 那 投票連結會放在影片的敘述欄底下 也不是馬上 也不是馬上會用 但 就先跟各位說一下 這是圍巾長船 看起來很酷 好 說到這個我們就不能忘記 college of cant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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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就是你的教 你的教皇人選有沒有在其中的那個 一個東西 好 像我們這邊有 哈斯丹 他作為我們的 pope 作為我們的那個一個主教 就代表我們 還有很多人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看到 沒有敗戰停帝國 因為敗戰停帝國 其實已經被出擊了 所以說沒辦法 每個國家開場都會有一個位子 根據我的印象 那 然後因為我們是真正的基督國家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這個 the pope pope的部分 那你可以看到 pope geargery of the papal states 這個家伙40歲 general region 就是他最好的 他是我們最那個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 教皇對於各個國家的一些喜好度 如果喜好度高 他就可能會叫 他就比較 會幫我們調停事情 調停事情 例如我英國一直打法國 然後 pope pope可能就突然跳出來說 欸 你趕快跟他停戰喔 不然我要call你這個東西 這就會這樣子 但是如果提升到最頂的話 你就可以控制教 提升到最頂 你就可以等於是得到 pope的一個喜好 就是他會說你是很棒的人 然後就會有些public order的加成 就你在維持這個高秩序的話 你可以基本上 不用放柱群在城市裡面 no ill against Spain 那這邊會有 目前會有no ill 但是太低的話也會有問題 像這個 城市羅馬帝國開場就特別低 會比較需要特別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是更乾脆一點 直接佔領羅馬 就是一直讓 讓勇立自己國家的教皇上位而已 當然我們也有這個按鈕 可以請pope給我們一個十字軍征服的任務 當然通常你不會這麼做啦 通常我們 通常這個十字軍 你還是等人家叫再過去就好 而且其實很快就會叫你過去 所以其實 其實不用擔心太多 那人家一定 人家很快就想找你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完全沒有 沒有必要擔心說 人家不找我怎麼辦 是 的 OK 使命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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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這裡是我的皇帝 我的皇帝 如果這裡有一個道路 對 如果這裡有一個道路 它已經離開了 我想這個應該還蠻簡單 但是問題是神聖的瓦帝會跑上的招 那不是重點 我們還是可以請求一下 這個會讓我們有選擇 但是說到底 要不要接受 看他的意願 通常你只能指定 你只能指定這些埃及派系 但是 你只能指定這些穆斯林派系 但說到底 其實穆斯林也有一樣的機制 叫Jihad 也是一樣是聖戰的意思 反正就是跟Crusade互相衝突 那 成為聖教的那個 成為基督教的那個 十字軍的話 會有一些不錯的加成 例如你可以招募到的所謂十字軍戰士 就是一群非常有 非常強大的戰士 但你只能在成為十字軍的軍隊的時候 才能招募他們 才能招募他們 那個 伊斯蘭教的 伊斯蘭教的聖戰也是同道理 你也只能在聖戰的期間 招募那種單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沒有很好 也沒有很壞這樣的感覺 那我們也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 Jihad 當然我也先儲存一下 也許我會想玩之類的 不是啊 我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Jihad 就是 穆斯林聖戰 當然我們這邊都選出 除了騎人來給各位看一下 一樣 有蠻多在介紹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要花比較多時間 但還好 可以看到這邊的部分 我記得有Jihad的 因為我們沒有教皇 所以說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只要在一定程度之下 會有開始有聖戰 這就是要聯合大家一起來打 土耳其人 這樣子 這樣子 大家都會說 收攤收攤 這邊有很多 我記得這邊有城市 這是Rebels 那玩土耳其人 我之前說過最危險 大概就是鐵木耳會直接從這邊 從這邊伸出來 然後跟你打 那那也還好啦 不要那麼緊張 這樣就好了 我們有非常多的東西 Chelokish 這些 土耳其公騎兵 還不錯啦 其實有不錯的那個 遠程攻擊能力 也有些防禦 基本上還不錯 而且他們有 這些公騎兵 其實可以組成一個陣型 就是繞圈圈 然後一邊射擊繞圈圈 反正 好吧 看了我忘記了 我以為Jihad可以馬上看著 Salamu alaikum Basman ISLTAN 好啦 反正 對啊 好吧 沒辦法看聖戰的話 那我們也等於介紹到這邊 那之後呢 就看各位投票的想法來決定 我們要先玩哪個派系 開始的那個新系列 當然也不是現在開始 我只是先請各位投票 那 如果你們是想要那種 特殊的派系 像鐵 剩下那三家的話 就是 滿臭的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 教皇國 蒙古 跟鐵木的話 那就要看一下 再看看狀況了 我想先 我想要先做 先行玩的國家 是這些 有土地的國家 或是那些比較難搞的國家 那 對啊 玩完原版之後 也許我們也可以開始 來玩一些特殊的模組 像 魔獸爭霸模組 或者是 星球爭霸模組 反正就是 你想得到 該有TOTAL WAR的 都會有一個模組 甚至連戰錘 在中世紀2 也都會自己一個模組 那 對啊 中世紀2 非常有文明的 就是在於 他們有非常高的模組 更改性之類的 像我剛才說 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真實存在 這也是這個遊戲 非常 一直耐玩到 今天的原因 因為有 非常 非常高的可改性 當然 內容 原版的內容 也是非常豐富 所以說才會讓人 這麼的喜愛 對啊 那我們今天 可以先到這邊結束 那 各位 如果覺得這個遊戲好玩的話 也不妨到 Steam的話 去購買一下 現在的話 因為這是舊遊戲 沒有跪到哪裡去 那 300有找 那 總之呢 各位 我們的 對於 Medieval 2 TOTAL WAR 原版的介紹 就是到這邊結束 他有四個另外的 獨立 獨立的資料片 一個叫做 不列顛爭霸 還有一個是 條盾騎士團 再來還有一個 十字軍東征 就是真的 真的場景只設定在 整個東征國家環境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美洲戰役 就是西班牙 跑去美洲 打爆原住民的故事 但是 真要說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要給各位看 喔不對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有一點小有意思的東西 這邊 這邊 那就是 我們有 Aztecs 也就是 這些家 你看到 阿茲特克人 他們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虔誠 然後 非常多數量 但是 他們完全缺乏裝甲 還有武器的科技程度 哈哈 那 他們也是可以解鎖的派系 對我忘記了 所以 剛才看到這些國家之外 還有這四個可以解鎖 可以 可以玩的派系 當然我們只要把它 或只要再做修改 我們也可以玩的 但 我其實沒有那麼有意願 要給各位看 反正 你可以看到 Paple State 他有非常強 一樣有非常強大的民兵 還有 義大利的 義大利的戰士 那當然也是缺乏騎兵 然後 你可以看到 Mongo有最強的騎兵力量 然後 但是卻缺乏了 步兵 還有火炮 當然 火炮這部分被鐵木補足了 有非常 OP的 強力騎兵單位 還有 包括戰象 他這戰象 可不是那種隨隨便便的 那種 有人在 像大象 大象上面射箭那種 他的大象 是上面有裝炮的大象 非常毀滅性的一個攻擊武器 那當然 他們缺乏重步兵 跟槍兵 我們還是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非常多單位 我記得 Paple State是沒有什麼 那 你可以看到 Peasant Spear Malaysia Naptan 就是 丟炸彈的兵 然後就是 突爾騎弓箭手 那這是 那個阿富汗 阿富汗 標倉兵 那這是 不騎馬的弓箭手 不騎馬的重弓箭手 原本是騎馬的騎弓手 就是這些傢伙 欸不對 喔這些傢伙 欸 奇怪 我記得應該有 好啦 反正就是這些 還有一個 匠領衛隊 喔 我知道為什麼 這個 應該要放成 好吧 沒有辦法 對 就是這樣 就 對啊 這是多人才可以用的 還有 還有 花獅子魔的重騎兵 對 基本上 蠻降陰衛隊的 不過降陰衛隊 還是在這裡阿 對 這是鐵木兒 的部分 然後再來我們還有 蒙古 蒙古 可以看到也是一樣有些東西 當然 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像這些是 不騎馬的 輕槍兵 喔 基本上就是變槍兵的那個騎士 那 這是蒙古的 步行弓箭手 也有丟炸彈兵 然後 他們的 蒙古步兵 反正是射箭的 這也是 重 不騎馬的重 重攻守 然後 這是他的 輕槍兵 就是拿著長槍這樣子 然後 下馬就變成他們 再來還有降陰衛隊 當然 最優秀的 最優秀的兩個單位 一個是 輕護甲的蒙古 攻騎兵 還有一個 重護甲的蒙古 那 他一樣有 花獅子魔 花獅子怎麼騎兵 那 我記得 我就記得他們沒有什麼東西 就有一些 有用的 馬來西亞而已 然後還有一個 Paper Guard 就是 教皇護衛 這是 基本上都一樣 跟文明國家一樣 對 跟文明國家一樣 然後這些傢伙真的非常奇怪 喔 對 還有一個聖教戰車 就是 就是一個戰車 但是可以鼓舞時期這樣子 那 阿斯特克呢 阿斯特克 阿斯特克非常的脆弱 我覺得 不過還是阿斯特克戰士 老鷹戰士 那還有 神 教士 然後 就是 烈爆步兵 烈爆勇士 還有就是 阿斯特克強兵 這是 將一位 對 他們的將一位是步行的 他們沒有騎馬 然後他們還有一些 拋牆兵 弓箭手 還有一些 拋牆兵 這也是拋牆兵 那當然啦 之後我們也會去介紹那些獨立資料片 因為那些獨立資料片 其實玩起來還蠻像一個完整的全新遊戲的 所以說 對阿 我們會再額外另外再介紹那些獨立資料片 也就是 這些單位真正 真正豐富的時候 像美洲的話 就有阿斯特克 印加 印加 印加之外 還有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是誰 阿帕西 阿帕西的那個 阿帕西美洲來的那些原住民 還有些有的沒的原住民 反正很多東西就對了 就連在一個美洲都有一堆派系 不過我們現在就只是歐洲 所以說沒有沒有那麼多 基本上各位可以把原版當成 就是一個在歐洲做完美 完全制霸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 好 我們對於中世紀2的介紹應該 真的到這邊結束 我們講的蠻久的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這個遊戲在SIM上就可以購買到 而且根據現在的價格 300不到 而且是全部的東西可以拿買到 就是除了Medieval Total War之外 原版之外 也有美洲 英國 不列典 還有條盾 還有十字軍東征 這些四個獨立資料片 都可以給你包在裡面 所以說 對啊 覺得這很有趣的 又有錢的 又有錢錢的就可以買了一下 好 那我們就先到這邊結束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